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迷亚米上海观天下频道 今天的题目是 台湾问题九头未决,国家至今无法统一的罪魁祸首 总结精英教训,避免全苏联亡党亡国香港反中六四悲剧再次重演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的卖国贼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那就是对外奴言逼息,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内残酷镇压,剥削压渣和掠夺本国人民,从来没有例外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造成台湾问题九脱不绝 至今国家无法统一的罪魁祸首,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现在我来说说千古罪人邓小平是如何对外奴言逼息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一共分五个小节 第一节,邓小平在中米建交谈判期间 瞒着党中央私自同意美国对台军售 出卖了国家主权和利益 背叛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第二节,邓小平访美期间主动投降米地 他就是第二个顾顺章 是共产党迄今为止最大的叛徒 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战略被动 第三节,邓小平主动停止输出革命 让中国周边的地缘态势日益恶化 第四节,邓小平单方面主动停止了金盟炮战 和连续二十多年的对台心理战 一厢情愿地提倡和平统一 一味退让妥协 让台湾反而离大陆渐行渐远 第五节,邓小平卖国的铁证 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宣读当年的日记 羞辱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 现在开始说咒文 第一节,中美建交谈判期间 邓小平瞒着党中央 私自同意美国对台军售 出卖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背叛了党和人民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 通过搞幽谋诡计 背叛了毛主席的嘱托 勾结了一帮在文革中 被人民群众批斗批倒的利益集团成员 在怀仁堂发动了政变 也就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 他们夺权之后 叶剑英大力推荐邓小平 这个党内头号的走私派 官赴原职 邓小平在1977年上半年复出 进入了五人领导核心 然而邓小平并不满足于此 他为了谋取国家最高的领导权 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之中 为了一己私利 瞒着中共中央和华国锋 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 私自修正毛主席 生前确定的与中美建交的原则 和收复台湾的战略部署 对美帝主动投降 放弃了得之不意的 双边外交战略的主动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一刻 不惜牺牲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来换取中美建交公报 他通过西洋自重 来掌控他在党内的外事主导权 也以此作为自己的功绩 开展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人的夺权行动 来谋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邓小平付出后的一系列夺权行为 也验证了毛主席生前的预言 毛主席生前曾对华国锋叶剑英说过 邓小平是个野心家 我活着的时候还可以正住他 我死了之后你们没人咄咄扩他 他免礼长征 外容内刚 非常难搞 根据当时中美建交谈判时的 中方翻译石月华和前任美国驻华联络处的主任 伍德科克的回忆录证明 就在双方都约定好了 对外宣布中美建交公报之前的15个小时 美方突然提出要在建交后的一年 恢复对台军售 如果按照1976年之前 毛主席周总理一直秉持的断交 废约撤军的强硬立场 是根本不可能当应美方的 无理对台军售要求的 大不了就不建交了 因为在整个70年代 当时的苏联在全球扩张 咄咄逼人 当时的美国只有招架之功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越战之后的美国社会处于封裂状态 美国的国力当时是很衰弱的 希望联终抗苏 是有求于中国的 所以当时我们站的是上风 完全可以一口拒绝美方的无力要求 并以此为理由 乘胜追击 在中美建交的公报上写明 美国不得继续对台举手 但是在之前谈判的过程之中 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妥协退让了 使出他那一贯所谓的 搁置争议的办法 当时双方说好了 在中美建交公报中 不谈起对台军售的事情 但是美国人在公布前15个小时 又突然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 其实就是看穿了邓小平内心的虚弱 和一直的不坚定 并以此试探我们的底线 并且以此作为双方建交的条件 就像川普这些年 对我们全方位的进行极限施压 都是一个道理 目的就是为了测试 我们的战略底线和战略意志 可惜川普一脚踢到了铁板之上 习近平可不是千古罪人的 卖国贼邓小平啊 在毛主席时代 中国的外交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自从尼克松访华开始 美国人就对毛主席 周总理的这种外交风格 外交理念印象深刻 就在美方认为邓小平 很可能因为拒绝美国的 这种无理的要求而推迟 甚至终止中美建交谈判的时候 邓小平竟然可耻地 同意了美方这个无理的要求 同时他又提出了 三项建交的新条件 第一 同意美国继续对台军售 第二 美国对台军售必须秘密进行 第三 美国不得向外界透露 并要求美国帮助中国进行隐瞒 邓小平在美国向台湾军售 这个关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彻底背叛了共产党 背叛了国家 背叛了全国人民 背叛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所有政治遗产 背叛了几十万优秀的中华好儿女 在抗美援朝 抗美援越的战争中 抛头颅撒鲜血 所取得的所有的战略主动权和战略利益 就在那一刻 邓小平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他将被牢牢地盯在历史的耻鲁柱上 受到亿万人民的唾弃 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同时 邓小平莫名其妙地妥协让步 也使得美国人摆脱了对毛泽东时代 红色中国的那种深深的恐惧和仰视 转而变成了对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密室 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怎么能让人不心痛 中国的国格 中国人民的尊严 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都被这个无耻的千古罪人 卖过这些邓小平卖得一干二斤 被蒙在鼓里的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 华国锋 在第二天 如约在北京向全世界宣读了中美建交公报 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号开始 互相承认便建立外交关系 其实这就是邓小平打的小串盘 也符合邓小平一贯的两面派的阴险做法 如果事后美国人不守亲用 让这个事情穿帮了 搞出了外交丑闻 因为当时的一号人物 华国锋在中美建交的公报上签了字 那华国锋就要承担领导责任 如果美国人为了从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帮他隐瞒 那中美建交谈判成功 就成了他邓小平的功劳 你看他的小串盘打了多精明啊 这他妈不要脸 这就和在大预警期间 刘少奇和邓小平头脑发热 左倾茂镜 大瓜浮夸风 共产风 造成老百姓大量非正常死亡一样 到了最后 毛主席为了顾全大局 负起了领导证 做了检讨 为他们背了黑锅 但是事后啊 刘邓两人把责任推一干二净 说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实他们就是罪贵祸首 邓小平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政治小人 所以邓小平就有一个绰号叫做道上飞 大家看看啊 他站在亡采万金的盗秧子上的摆拍的那个视频 铁镇无山 从此之后 美国人就名正言顺的疯狂对台军售 明目张胆的锋裂中国 台湾为政府挟洋自重 在小蒋死后一步步的走向全面台独 国内被邓子邓孙们把控的高层和柜台办 几十年如一日的用大陆人民的血汗 去实施错误的会台政策 台湾每年对大陆的贸易政差超过一千亿美元 这养肥了台独势力去疯狂购买西方武器一无巨统 比如买了300架美国的F16V战斗机 法国的拉法叶驱逐舰等等先进武器 台湾委政府就一个字 买买买 反正最后都是傻逼的大陆买单 到了今天 台湾社会同意统一的估计连1%的人都没有 这都是邓小平当年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丧权辱国的卖国刑警所造成的恶苦 第二节 邓小平访美是主动投降美帝 他就是第二个顾顺章 是共产党迄今为止最大的判斗 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对美国总统卡特说过 那时候我年轻相信了共产主义走了歪路 希望卡特总统能够谅解 你看 他早就向美帝国主义投资卡特悔过投降了 他就是第二个顾顺章 这位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都不具备 他这种投降主义思想 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权贵界神 比如胡耀邦赵紫阳等等 才有了之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生活极度反感业恶 他们就不希望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 当他们看到了美国和日本表面上的陷阱 心里的羡慕和恐惧交织 拼命的反毛反社会主义 在全社会各领域鼓吹美国不可战胜的时候 造成了在后来了几十年里 从上到下恐美从美的心理泛滥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极其强劲 根本无法战胜 他们被以美帝为首西方国家的表面繁荣 给彻底的征服了 什么革命理想啊信念啊信仰啊 自信信仰全都被抛之脑后 他们心里唯一的信念就是钱钱钱老老老 有学者说过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 就是造成了今后几十年中国的战略被动 和美国的战略主动 真是一不错不不错 后来处处被动 国家利益受损被美国羞辱 当时的外交部只会复读机师的抗议 被群众骂作卖国部 国台办被骂作柜台办等等 一系列的丧权辱过的行为 邓小平在失去了自信之后 为了向美帝表忠心 主动接连下满了一百多项国防军工尖端项目 比如已经飞了几万公里的运石飞机 搞到后来要用血汗工厂生产的八一件衬衫 换一架波音飞机 搞到中国的大飞机 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出来 搞到当时的中国海防形同虚设 整整十年没有造过一艘核潜艇 对美国抱有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和平典范项目就是教训 那两架尖波二刀 现在还在美国人手里面呢 一直没有还给我们 成了西方各国的笑料 这一系列的错误卖国路线 耽误了中国国防军工的发展至少二十年 比如九十年代的三大驳持 九三年银河号事件 九六年台海危机 九九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 还有二零零一年中美南海撞击等国耻 这些都是跟八十年代军队经商墮落 和军工系统严重缺乏 研发经费有最直接的关系 这些都是邓小平对美帝主动投降 甘坐附庸自费武功所造成的恶果 让毛主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的自信心又被打到了谷底 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邓小平又让中国人跪了下去 具体下马有哪些国防军工项目 老铁们可以看我的第41集视频 标题是 毛选成为潮流史上里面有这个详细的介绍 第三节主动停止输出革命 让中国周边的地缘态势日益恶化 邓小平除了对美日的羡慕加恐惧之坏 还竟然对陈水扁扁称为鼻屎国的美帝国族裔的走狗 新加坡也佩服了五体头地 出访新加坡的时候 他向李光耀讨教经济发展之道 李光耀试探着要求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 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结果一夜之间 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就失去了 来自中国经济和武器方面的资源 陷入了绝境 只能自生自灭 或者被所在国各个击破损失殆尽 当时中国对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的国家有 缅甸 老挝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等共产党政权 除此之外 还有非洲 拉丁美洲等国的共产党政权 这些亚非拉第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政权 都是毛主席当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战略点和线 对中国整个战略可以起到有点极限 由线极面的重要支点作用 其目的是扩大中国在对方国家的影响力 对我国的地缘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比如中国重返联合国 就是由当时众多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穷国穷兄弟们 被抬进联合国的 毛主席真是个有远见着实的伟大战略家 曝光短浅 胸无大致的邓小平 连毛主席的一个小指头都挤不少 邓小平停止了输出革命之后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态势日益恶化 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武装都比消灭的差不多了 所以美国人就主动在西太平洋 北起韩国 日本群岛 琉球群岛 中基台湾 南至菲律宾 大逊他群岛和新加坡 形成了链形岛域带 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第一岛链 加上美军在新加坡张仪的海军基地 恶数住了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 在地缘上形成了对中国的C型包围的态势 从此 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原材料能源的远洋运输 中国和全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 就被美国人牢牢地控制住了 也可以这么说 我国的经济命败被美国人控制住了 现在给大家详细地讲一下 这个第一岛链的形成的作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岛链 途中闪烁的线条这里 就是第一岛链 可以看到 它串联起了一脸串的岛屿和海峡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为了封锁亚洲大陆 提出了第一岛链的说法 第一岛链北起日本 南到新加坡 前美国著名的军事专家 迈克阿瑟将军 甚至将第一岛链称为不成的航空母舰 该岛链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处只有大约160公里 第一岛链很大程度上 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住在我们的家门口 非常不便于我国的船舶 深入太平洋 第一岛链南北长度跨度达到 近日的七千多公里 可以说将我国东部沿海完整的包围了起来 而且在这七千多公里的岛链上 美国在若干中央的地方都布出了军事基硬 下面我们自北向南的了解一下 可以看到岛链的北部有中古海峡 冰冰海峡 这里对我国的影响还比较小 因为我国的船只很少通过这里达到太平洋 然后往南是朝铅海峡和大约海峡 大约海峡是个国际水道 日本在这里的领海宽度是三海里 而不是传统中心上的十二海里 然后向南就是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是第一岛链的核心输出部分 琉球群岛是美国1972年私事营交给日本托管 是保留了几个军事机器的管车权 琉球群岛中的拉巴岛更是中央的战略要件 美国在拉巴岛有几个著名的军事机器 比如四脚下方的加索拉公军机器 加索拉公军机器是美国在远处地区最大的公军机器 暂时从加索拉公军机器起飞 2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国大陆的沿海地区 此外岛上还有普天间公军机器 另外岛上还有日本军民养用的拉巴机场 以及遍布整个岛里的军事港口 这么长汉的军事配置 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惯出过去 下面我们再往南看看巴斯海峡 巴斯海峡这里 美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相对角落 因为这里离冲行线比较远 而且美国在菲律宾没有驻军 第一岛领导南部 通过的是菲律宾群岛和马来群岛 可以看到这里的岛屿虚螺起步 人要从这里进入太平洋 基本没有可能 第一岛领导中间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二十个黄金水道 马力加海峡 美国在这里有三亿海军基地 三亿海军基地 就是美国军舰证杂普及的重要基地 美国的航空母舰 也可以在这里循迫 修整和普及 由于这个基地的存在 美国已经将马力加海峡 这条黄金水道完全堵死 那么我们如何破解 美国规划的经济岛面呢 可以说国国的台湾岛是关键 国中展示的红色区域是台湾岛 它地图整个岛链的中间位置 可以说是整个岛链的命门所在 在这里 从巴士海峡出发 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菲律宾海 菲律宾海有广阔的空间 供船只活动 台湾岛上有很多优良的港口 比如宜兰县的苏澳港 台湾岛北侧的基隆港 台湾南部的高雄港 高雄港也是台湾第一大港 从这些港口向东出发 前往太平洋的话 第一岛链形同虚设 不攻自破 第四节 当方面主动停止了金盟炮战 撤掉了二十多年的对台心理战 一厢情愿的提倡和平统一 一味妥协退让 结果从此台湾离大陆渐行渐人 在1979年的三月底 邓小平访美之后不到两个月 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 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用法律的形式 确定了美国要继续向台湾出售军武 1979年4月10号 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 从此对台军售的问题 就成了中国被捏在美国人手里的高丸 什么时候美国人想给你施加压力 什么时候就捏一下 让中国痛不欲生 另外1979年1月1号 大陆单方面主动停止了金门炮战 撤掉了二十多年的对台心理战的大喇叭 图片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叭 十二公里之外都能听见 是当年解放军打心理战的重要工具 同时又把原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标语 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莫名其妙的主动把我们的战略底牌告诉了台湾 结果让台湾伪政权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台湾伪政权一看中共对美国和日本如此的挪言悲心 主动投降 放弃了抵抗 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金门对面大陆的标语 当时还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呢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信仰 那帮假共产党人抛弃了 重告了共产主义信仰 全盘西化 甚至对新加坡这种彼此国都如此的败福 当时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新加坡还排在台湾之后 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心里面 就不会看得起你邓小平 也看不起你当时的中共 看穿了大陆当权的都是一帮抛弃了 重考理想信念 只知道卖国求龙大捞特捞的假共产党 那就更不会和大陆谈什么统一了 小蒋从心底里面看不起他们 所以才会有蒋经国的三部政策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在蒋经国去世之后 台独投资李登辉上台 借着中共一厢情愿的享和平统一 漫天要价的提出一个个的会台立台政策 每年从大陆赚走一千多亿美元的巨额贸易券差 去买各种欧美武器来乙武巨统 心里面还在骂中共是傻逼冤大偷 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傻逼比邓小平更傻的吗 自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勘展了乒乓球外交之后 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直布局 在与美国建交的同时顺势收回台湾 毛主席是想让中国人站着就把钱挣 顺便还能以最小的代价收回台湾 为中国谋求利益最大化 但是毛主席逝世后 外国贼邓小平主动投降 自费武功 让毛主席周总理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多少年布局谋划的心血和努力全部功亏一篑 从此台独势力日益壮大 台湾离祖国大陆就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利益集团的贪官污吏 顿子顿僧们 几十年如鱼刃吹捧的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所谓的人民的儿子 赤裸裸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 邓小平就是台湾问题 久拖不绝 造成至今国家无法统一的罪魁祸首 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第五节 邓小平卖国的铁证 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宣读当年的日记 羞辱中共和全体中国人 美国前总统卡特 作为中美建交谈判的当事人 2007年的12月5号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 28周年的纪念会上 公开宣读了他当时写的一段日记 卡特当众念道 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 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 他也明白 我们将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 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会赞同美国对台军售 但是私底下他们知道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的 卡特念了这段日记之后啊 当时在场的中方人员听到后 无不震惊万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作为美国前总统又是谈判的当事人 卡特当众宣读的这段日记 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 卡特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中共 羞辱群体中国人民 明目张胆的锋裂中国 同时也证明了邓小平当年为了一己私利 赤裸裸的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 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的铁证 赖也赖不掉 上述邓小平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 告诉了广大中国人民 他主导的所谓改革开放 从一开始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共倒算 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革命者 他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反马列 反毛 反共 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投机分子 一个百分之百的汉奸卖国贼 任何人想继续维护他的卖国路线 都将会和他一起陪葬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万事唾弃和清算 目前不仅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人必当权的邓子邓孙们实质性的坚守着 而且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为邓小平唱葬歌 说什么要客观的评价邓小平 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 邓小平让中国人富了起来 说什么人无完人 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等等等等 为这个卖国贼辩护 以邓小平为首的权贵阶层 贪官污吏们 阶层的利益集团 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背叛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 私自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 走权贵精英路线 贤贫爱富 抛弃了人民群众 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错误路线政策 搞得全中国人民失去了理想信念 失去了信仰 一切向前看 造就了一大批爱国的中国人 所痛恨的反动公知 带路党 恨国党 独伦运分子等汉奸卖国贼 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邓小平的祸国殃民的卖国路线 就是造成四十多年以来 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 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后三十多年 辛辛苦苦 让中国人活成了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心中充满理想信念 头脑中有信仰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的中国人 被邓小平为首的利益集团 利用人心的弱点 用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 收买了一大批的权贵阶层 他们疯狂瓜分了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以来 带领全国人民埋土苦干 一代人吃了几代人苦 所积累的巨大的无产阶级新中国的经济成果 邓小平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 利用一谎言和不切实际的画饼和愚民政策 把毛主席培养的整整一代的国家的主人 又搞成了金钱的奴隶 活得像猪一样 连牛马都不如 从上到下绝大部分人都丧失了理想信念 人人一切向前看 只知道纸醉精迷 吃喝嫖土都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我昨天的视频的目的 就是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更多的网友 让更多的人知道 卖国贼邓小平的丑恶面目和险恶用心 让大家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卖国贼邓小平的祸国殃民的卖国路线 就是造成四多年以来贪官遍地 抓也抓不完 黄赌毒 高利贷猖獗 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的根源 贪官污吏们劫持的利益集团 对外挪言逼惜卖国求荣 搞什么中美夫妻论 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等等的卖国政策 构结资本新贵们对内残酷剥削压榨本国人民 比如马云的马云集团的网上贷款 还有诸多电商平台 诸多的P2P网络爆雷事件 那些电商平台现在连菜场的菜能都不想放过了 老百姓们被新的三座大山教育 医疗房价和养老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几代人做了房奴卡奴 根本没有余钱去消费刺激经济 绝大部分领域都被权贵资本垄断 全中国95%的财富被5%的人牢牢的掌控着 年轻人创业无望 房价奇高 老百姓看不到希望 这样的中国会有前途吗 这样的中国会被外国人看得起吗 这样的大陆台湾会和我们统一吗 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希望老铁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人糊里糊涂的被全会利益集团割了韭菜 还不知道找原因总结教训 心甘情愿的被割韭菜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最后还要叫别人一身马爸爸 还要感激涕铃的感谢总设计师 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我们草根韭菜老百姓就非得那么贱吗 那些还在为邓小平为首的利益集团权贵们 唱唱歌洗地的人 你们不觉得羞愧吗 不要把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的功劳和政绩都归到迈国贼邓矮子头上 他没有那个资格 他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如果不是之后的江总取消军队经商 恢复被邓小平下马的众多国防军工项目 取敌法轮功 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贸易 习总对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 给他擦屁股填坑 然后铁管素摊 扫黑除了 精准扶贫 中国哪里会有现在的大好军面呢 如果按照邓小平和国殃民的王国路线走下去 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好的乌克兰 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电视频能够让网友们擦亮眼睛 提高自己的觉悟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民群众来总结教训 避免前苏联亡党亡国 香港反中暴乱 六四悲剧再次重演 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以邓小平为首贪官乌鲁门结诚的利益集团 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清算 到了那个时候 我建议建一座道上飞的跪下 面唱毛主席纪念堂 下访前会跪岳飞的故事 让卖国贼邓小平也享受一下 万事遭亿万人民唾弃的待遇 我们中国人民衷心的感谢习近平上台之后 拨乱反正 铁碗速摊 整顿党风党进 扫黑除了 精准扶贫 走群众路线 搞共同富裕 重提为人民服务 不忘初心 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我们老百姓全心全意的支持 为人民服务的真共产党 老百姓坚决反对 贪赃忘放 不管老百姓死活 只顾权贵阶层 大捞特捞 对外奴言逼惜 对内残酷剥削压迫 贪得无业 欲惑难填的假共产党 我们中国人民忠心期待习近平 一举解放台湾 摘掉这颗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路上的毒瘤 让中华民族重返世界之天 本期讲完了 节目制作不易 希望老铁们点赞留言 特别要转发 谢谢大家